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了一句话 瑞雪赵丰年 非常高兴今天能给大家见面 来的时间不长 但是参加了不少活动 桥界的活动 还有省政府 市政府的活动参加了不少 我在桥界讲话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过 就是说我们要鼓励华人华侨 在当地生根繁衍 在这生活融入主流社会 这个融入主流社会是几个字 我觉得今后要改了 我们现在就是主流社会了 另外我在车上 我跟钟领事还提到 来的路上 我说现在我参加活动 你说我是穿西装呢 还是穿中装呢 钟领事说我本人不喜欢穿中装 所以说我每次都西装 对吧 我说我呢 倒是定做了几套 但是我这几次参加活动呢 我都没穿 恰恰我发现 这些洋人 每次都穿着中装 对吧 他每次都穿 但是呢 他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中国的影响 对吧 他参加你这个活动 他我必须穿中装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都争着说中文 谁说的多 谁说明谁厉害 当然了 他说的就是公义发财啊 什么公义发财 其实是广东话 对吧 这个大部分 中国大部分还是不说的 对吧 新年好啊 什么的来说 看起来说的多 这有个 Micolin 刚才中国参加活动 有个议员叫Micolin 对吧 他说了好多 欢迎你到多伦多啊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说明啊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了 说明中国的影响在不断的扩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有我们这帮人在 有我们广大华人华侨在 对吧 当然了 这个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入籍了 也有没入籍的 使领馆一项重要的任务 中央外交部 对使领馆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保护好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资机构啊 华人华侨啊 华侨啊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华人 你入了级了 但是你在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吧 你有好多事情 使领馆也是要做好服务的 所以我这次来以后我就秉承这个原则 秉承这个理念 就是以人为本 外交为民 现在我们比较有个时髦的说法 就是我们的领事工作 领事馆嘛 重要的工作就是领事 要顶天立地 什么叫顶天立地呢 顶天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对吧 促进两国友好 为国家的发展大局服务 这叫顶天 立地呢 立地就是要跟我们的侨民打成一片 为侨民做好服务 这是我们使领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今天来这儿我非常高兴 看到我们这个专业人士 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另外我们还有新一代的年轻人 今后我想 也会取得很大的成绩 我们现在国家呢 在招财引致 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们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啊 特别是18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 改革开放的形势啊 进一步发展 三百多项改革举措 去年一年已经实现了八十多项 还有很多呀 还有很多还要再进行 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提出来 万众创业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能够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 不仅促进加拿大的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呢 也为祖籍国贡献出力量 我在其他国家也工作过 像这种专业人士协会啊 还真不多 都是以这个什么宗亲啊 家乡啊 对吧 这种东西很多 咱们多年都有三百多个社团 很多 他们也都在各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这个岗位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作用是比较特殊的 是比较unique 这一点呢 跟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契合的 当然 咱们好多都是加拿大人了 在跟祖籍国发展关系的时候呢 咱要注意保护自己 咱们都是正当的 对吧 使领馆也不干一些建某人的事 都是公开透明的 我们公开就是说 我们要招财引致 对吧 我们还有千人计划 还有什么其他一系列的 一句话就是为了促进中家友好 促进祖国的发展 在这方面呢 跟我们灵馆想的是一致的 来了以后呢 这个承蒙大家这么热情 这个过年了 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这个 良年吉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